别看这一件 为什么不让我看啊 内衣得买高级的 去什么 你得这么想呀 万一咱们哪天在大街上 突然就上个车祸五六的 人不省人事了 然后衣服也散了 内衣露出来了 要不然就是人家这样 给咱们做手术 把衣服一剪开 看你这内衣这么刺 多丢人啊 你想的倒挺全面的 可不是吗 所以什么都能买 便宜的作为内衣服 你妈 妈名 我就知道在这能买熟人 就是我坚果的同事成心 你好 叫我妈名就行 嗯 你怎么还在那干呢 我劝你啊 心眼活粉点 没必要被这杂质大地的身份呀 得了吧 你们身份高 别当我不知道 你们也是一身假名牌 你敢说你这些 不是秋姐在网上订的A货 比你们人手一双 消息还挺灵的嘛 这跟真的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我们主编人好 不逼我们干这种事儿 我们虽然山寨 但我们不说瞎话呀 我对伊娜这种话 悲痛为工作热情的精神呀 真是甘拜下风 那我们现在走了啊 行 拜拜 拜拜 哎 老听你们说秋姐秋姐的 是谁呀 叫他们头 一个超自恋假装上流声位 姓邱 姓邱 姓梁 叫邱 邱护了邱 哎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为什么不去更大的时尚杂事啊 就是为了跟俺讲一切 对 你想识真话 当然 因为他们都爱要汇捧英文单词儿的 可是我对英文人也俏不图了 行啊 刚进公司就买新车了 朋友给的 不要钱要钱 什么朋友啊这么大方 我怎么没这样的朋友 出门靠朋友 必须的必 你认道吗 还可以 北京方方正正的 好认 要什么事求我呀 哪能老有事啊 我就不能没事 请你吃个饭吃个拿 我这个人吧 不随便跟人吃饭 那是 我知道 我知道 别人送了 我没花钱 你千万得收下 这太贵了 我不能要 拿着 真不能要 拿着 这算什么呀 就你没合适 别人都不配 打开看看 喜欢吗 谢谢啊 小意思 你要不配这包 他自己都得哭 说吧 什么事儿 真没事儿 真的 以后有没有不知道 现在是真没用 非常单纯地送你礼物 我喜欢害你高兴 外出闻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我真想趁雨拍点片子 看看效果嘛 这不来找葛依青的吗 他好像没在屋里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我一直在打 打不通 可能又玩排行 你们俩和好了 一八二三回分手结束了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不行啊 就算是朋友也可以帮个忙吧 嗯 要帮忙吗 要帮忙吗 帮忙呗 帮忙呗 站着 我站着 跑人跑 站着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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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幸亏遇到你了 要不然这片子还拍不成了呢 谢谢啊 没事儿 你觉得这种片子出来效果好吗 我得先放到电脑里看看 你说你也喜欢拍片子 我都是瞎拍的 你得让我看看 那你都用什么机器拍啊 那你都用什么机器拍啊 很便宜的 其实 不在乎用什么机器 感觉好就行 是吧 好吧 就到这儿吧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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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去了 老阿姨一直找你 带你电话你也不接 他刚走 我出去玩去了 手机静音没听见 找个门啊 他说想趁着下班 让你帮他拍组实验的片子 呸 亏了没今天 又玩一趟 不后来怎么着了呀 后来我帮他拍的 谢谢啊 再受时间就好了啊 哎 你找我 哦 早上找你现在没事了 哦 那挂了吧 哎 说 你就不问问我找你干嘛呀 干嘛呀 找你拍片啊 我知道 啊 你怎么知道的 历史也和我说了 不过你不是已经拍他的吗 啊 啊 啊 对 是啊 没事了吧 啊 怎么着吧 天哪 这谁啊 你 是啊 昨日找不着人 就让诚心帮忙吧 怎么样 这是我吗 挺漂亮的 漂亮吗 我怎么觉得那么诡异啊 老爱又不是走神美路线的 走神丑吧 去去去 我觉得你这偏的拍太实验了吧 就发一份给我 发一份给我 我再看看 语 这是成心啊 老爱 你终于拍隔一切与外的人 也有感觉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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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让我进去 呦呦呦呦呦呦 这人怎么那么有钱呀 什么包红就有什么包 这个包多少钱的 这得七八万吧 而且还不能在店里直接买 得排队预约 那个维多利亚贝克汉姆 你知道吗 他就有好几把这个包嘛 有这包就是时尚偶像啊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不就是一股求扫范吗 你也太损了吧 我是嫉妒 真的 别吃不着葡萄酥葡萄酥 别吃着 大爷 您这怎么没有坚果呀 什么坚果啊 没听说过 新竹葡杂志啊 特好看 是吗 得了 稍微我也进去玩 好嘞 谢谢大爷 别客气了 姑娘 姑娘 有坚果吗 坚果 超市有 超市有 卖完了 卖完了 是啊 卖那么好呢 我就进了两本 走街的情况怎么样 直言不讳地说令人沮丧 我也是 嘉一 从明天开始 我们直接去送 怎么送啊 每人十家把关停 每家送无本 我没问题 好 我也可以 谁呀 怎么了 他人说 昨天那组片子 他想用 嗯 谢谢你 干吗 谢谢我呀 谢谢你才对 把我拍得那么美 可能 有人不觉得那是美 连创都没话 我不觉得呀 我去拍出了我的灵魂 嗯 我说错什么了吧 没 没 以前也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可能我昨天状态比较好吧 嗯 那个葛一青不会生气吧 他凭什么生气啊 是他自己没接电话 我主要是怕 选到你们那些是非里边去的 他在恨着你们 我过来约了吗 傻瓜 好好干 啊 哎呀 其实啊 那个崇文 跟那个小葛 他们两个人都不坏 就是放在一起啊 就错了 就跟我和你爸爸一样 哎呀行 快去学校吧 哎 哎 我怎么一说起他们两个你就烦 你是有什么问题吧 我有什么问题啊 哎 哎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 我禁止你再说话 快睡觉 爸晚安 完了 让我猜中了 我严肃地告诉你啊 那个艾崇文他是个好人 但是 你不准扶手乱想的啊 扶手乱想什么了呀我 哎呀 你是个外地人 你还是要找一个外地人 才门当副队 让他们北京人 自己去找他们北京人去 你要是真喜欢他啊 你就让他当你的哥哥 又奇怪了 前段时间你不还老撮合我跟人家好吗 前段时间是前段时间 现在是现在 反正我想去想来 你们俩就是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啊 北京人高贵啊 哎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你看我就是找了个北京人 现在怎么下场啊 哎呀睡觉了 嗯 哎 反正啊 我把什么道理都跟你说了 你要听就听 如果听就算了 哎呀 哎呀 早 早 哎 今天保洁阿姨又没来啊 什么情况呀 三天两头请假 哎呀阿姨来了 哎哎哎 晨欣阿姨来找你了 大家好 阿姨好 哎呦 哎呦 哎呦大家辛苦了 哎呀 阿姨您喝点什么 哎呦 谢谢你容宣 我什么都不喝 你去忙你的 我呀是去面试从这儿过 顺便看看我们家陈欣 您要找工作呀 哎是啊 啊 阿姨 我倒是有个建议 不知道合不合适说 哎呀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说给我听一听 您不如来我们这儿干吧 啊 我我来你们这儿啊 我会干什么呀 您可以来我们这儿干嘛 保洁的工作 我们这儿就这俩人 反正也不累 活儿也不多 这样您每天可以陪 诚欣上下班多好啊 哎 你什么意思啊 可以啊 你们这儿 在那需要的呢 太需要了阿姨 就我们那儿 他干的不行 您问我们主编 我们主编 哎 那你们主编 他在哪个屋 你别糟蹋人行吗 你说什么 我没听懂 你怎么不让你妈 到这儿来当保洁呢 哎 哎 当保洁有啥子嘛 那靠国劳动真气 多广众人 那别个容轩是好心 有出主意那个 妈他没啊 这好心呀 正希 别耍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瞎忘了什么呀 是是 少说一点都 都少说一点啊 你 你这人怎么这么坏啊你 狗腰李东斌就是这意思吧 容轩 都该干嘛干嘛去 我早听说您来了 可是最近我一直不在编辑部 一直没空见您 真不好意思啊 你不用那么客气 怎么样 你看我们这儿工作环境还行吗 好 挺好的 诚心特别好 别看他以前没工作经验 但是学得很快 他呀从小就聪明 他还跳过极呢 我们都非常喜欢他 这点您放心好了 我放心 放心 您想在我们这儿工作 我 其实 从我内心来说 我是欢迎您的 不过呢 我也是微人儿女 我也能理解 诚心的心思 不管怎么说吧 这女儿跟妈在一块工作 怎么说呢 多多少少总有那么点不自在 放不开手脚干 一来 他工作很辛苦 怕您看着心疼 二来呢 我们这儿一忙起来的时候 没时没点的 他也怕您累着 也心疼您 再说 万一这工作上出了什么闪失 那您肯定得操心啊 是 要是他一个人去面对的话 那肯定自信多了 从容多了 是不是 所以 从诚心的角度看 您要是真在这儿工作 肯定是 多多少少有那么点不方便 是吧 我尊重您的意见啊 当然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我希望呢 您也考虑考虑他的意见 如果你们俩意见 能达成一致 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那呀 咱也不用听别人的 不 我不来 我就是说说而已 人家龙雪是好心 我也就顺着他说一说 要是我不给人家面子 一来就拒绝人家 那多没礼貌啊 是 是不太方便 他的事儿大 我的事儿小 我怎么能够 让他不自在呢 我懂 我心里明白 诚心 我说什么赖着 这世界上最讨的女儿的 就是妈 你真幸运 妈 妈 他也怎么会 没怎么说 没怎么说 就问我妈她在适不适应 客气话 客气话 曾经 我觉得你有点变态 你自己觉得吗 你是希望我回答 我也觉得我变态吗 没人不尊重你妈 最不尊重你妈的是 是你自己 你什么都懂 一副以你妈为耻的样子 还怎么说怎么说 那种情况下 你妈没急你急了说明什么呀 自食其力有什么丢人的 是你觉得你妈给你丢人了 你看每次你妈来杂志社 你那脸搭了的 她生你养你 可不是为了看你脸色的 关你什么事啊 算了算了 我妈要是这样 我绝对不会像你那样 她乐意干什么我都支持 是 谢谢你 艾成文 你看你那样 真讨厌 你自己好好想想 冲婉 冲婉 你凑怪陈欣了 不好意思 阿姨 没关系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陈欣她不是那个意思 我懂 她呀 是个好孩子 就是有点要强 也不容易 可是 没什么故事 这个孩子大了 都不愿意父母跟着 她不当父母 就永远都不会知道 以为代沟那边的人 都不能要了呢 阿姨 您心还真快 我当姑娘的时候 也是嫌我妈 总是跟她对着干 出去走一走 我离我妈远远的 她呢 总想拉着我的手 我呀 还总是给她甩开 这个孩子呀 她就是把父母的路 踏踏实实地再走一遍 没 没关系 我呀 就是希望你 希望我们什么 不 没什么 我就希望你呀 多帮助帮助她 她呀 没什么朋友 她也不爱出朋友 你会看出来了 我来北京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我看出来了 她呀 就听你的 她嘴上不说 她心里就这个意思 所以呀 我还是希望你 你 你希望是吧 不 没什么 就是希望你呀 多帮助帮助她 谢谢你 我会的 那 那我回去了 好不好 再见 好 再见啊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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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八点了 还不走啊 我 我正准备走呢 我 我正准备走呢 吃了吗 回去还有的吃吗 那你等会儿我 咱俩一块吃 顺便想到您办公室还有方便面呢 我看你那栏目推荐的 我就囤了几盒 您看我写的栏目了 我为什么不看啊 你那写的挺好的 一看就有经验之谈 不是编的 果然好吃 很多杂志并不给人真正的东西 只给那些谁都给 不给就显得自己不时毛的东西 那您不怕人家认为 我们不是真正的时尚杂志吗 我怕什么呀 再说了 什么叫真正的时尚杂志 谁说了算 那按照约定俗成 真正的时尚杂志 就是绝对不能展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啊 那叫土鳖伴杂志 那人家可能觉得我们是土鳖呢 可惜啊 我们没有一颗土鳖的心 你以为他们就不山寨了 他们只不过山寨的是国外的时尚杂志 咱能让一堆软广告什么的 就当自个儿时尚了 像这种 对假装权威 屁都不敢放一声的态度 那才叫土鳖的心 我 听说有些杂志 不愿意跟咱们一块抵制不了艺人是吗 嗯 你不高兴吧 没有 我不勉强别人 就像别人也别想勉强我 这个世界啊 就是得求同存异 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以道歉 这样生活才有意思 内心的强大 比什么都重要 喝酒吗 我知道老爱把酒藏哪儿了 嗯 哈哈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是一个秘书 哦 实际上我不是小秘书 我这个人从来不忘自飞 我在自己前面加一小子 我特别瞧得起我自己 必须的 哎呀 那时候啊 哎呀 那时候啊 我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 我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 是啊 你多幸福啊 我那会儿一张小小的电脑桌 就当办公桌用了 每天人们来来回回 在我眼前走过 从来不会多看一眼 没有人注意我 他们懒得注意我 甚至发工资的时候 都能把我那份给忘了 工资都不给你发 压根就忘了有我这么一人 太过分了 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人 他发现了我 他开始关心我这个 办公室里没有人 会注意的家伙 他教我 提拔我 爱护我 他看上你了吧 他看上你了吧 诚心 我要跟你说的是 我需要的只是一块砖头 一块扔向社会的敲门砖 钱有个屁油 钱能让我学会什么 我要的是 让我可以无法被其他人代替的本领 到那个时候 钱自然就有了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不坚决同意 所以 诚心 努力吧 不要斤斤计较 你这个年纪还不是计较的年龄 知道吗 你现在 就应该张开怀抱 像一块海绵一样去汲取 努力 不推 靠谱 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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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喜欢的人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的就是有 我以我的心得告诉你啊 甭管你喜欢上的是什么人 一定给我记住 你要自食其力 否则 你永远不可能在爱情当中 掌握主动权 拜拜 拜拜 好 诚心 我突然想起一事了 你妈不是想找工作吗 对啊 这样啊 我妈现在帮我那儿住去了 我看她一人平常在家里闷的风 你要不介意的话 干脆让你妈上我们家吧 真的 你没什么活儿 主要就陪我妈聊个天 真的可以吗 是啊 你知道我们那小区吧 环境虽然好 可是老外多 都不太爱出来跟人交往 我看我妈在那儿梦坏了 可是你妈乐意吗 她乐意着呢 就这么定了 谢谢 拍照 有没有 有没有 傻子 有没有 有没有 家里面 有没有 可在哪里 没有 新婚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了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呢 你不说你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呢 那要是坏人呢 你不是吧 你怎么在这儿啊 路过 路过 你坐这儿 我累了 我跟她坐会儿了 你是来找我的吗 知道你干吗 我哪知道你找我干吗 我不是来找你 我不是来找你 好 我走了 再见 来 来 这是什么呀 那天下雨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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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包的 嗯 啊 我 我是不是有点喜欢你 你为我 你喝多了 我没喝啊 是有点不太清醒啊 我能喝多了就清醒了 我就是觉得吧 你身上有好多毛病挺让我烦的 跟你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有点 那咱俩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有点吧 好像是 我还有女朋友呢 对 那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你什么都没听见 好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不不不 那你都会不高兴的 这 这 谢谢你啊 再见 嗯 昨天晚上我还在太晚了了 我都忘了跟你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嗯 什么事情对不起啊 哦 还修那个事情啊 没事 那你还不是为我好啊 不过啊 我倒真要说说你 那我觉得容轩那个姑娘挺好的 你怎么总是那样跟娘说话呀 每一次我去呀 连她都特别特别的热情 你总是那么跟娘说话 你的人际关系怎么好得了啊 我正好喜欢不好 嗯 喂 您自己不会问她 挺好的 不要钱 要你钱干吗呀 她说什么都不要 您就真的什么都不给啊 我不知道 你自己问她没 她不爱接你就别打呀 我也不爱接 就怎么着挂了 嗯 行啊 吃早饭了 嗯 妈妈给你找了一个工作 真的呀 嗯 做啥子 就是到我们主编家去帮忙 行吗 那当然行啊 哎 哎 你 你不是不让我当阿姨的吗 嗯 这不一样 哦 哎 那好久去呢 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儿就去呗 好好好 也太好了 我就说嘛 你就是个有福气的人 走到哪里啊 到碰到贵人 谁是我贵人啊 你童玩啊 安安啊 都是你的贵人啊 妈 你最近控制点啊 越来越胖了 对身体不好 讨厌 你又嫌你妈了 我跟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啊 身材好得很 比你还漂亮 你呀 到了我这个年龄 说不定比我还胖呢 你要吧 她说想给你钱 跟我钱干什么 我自己不知道挣啊 哪有钱 穷光蛋一个 耍嘴呢吧 那个女的有点钱呗 她好意思啊 哼 她呀这是 过高兴了 想起我了 她也不把她的良心 跑出来看一看 我是什么品质啊 用她的钱 快点 她这个东西 这是我一个人 她是什么字幕 她是什么字幕 叫你 她跟您一起去 看看… 你喝一龙脚啊 啊